快来看啦快来看 死人 死者左手小臂内侧有一颗比较明显的黑纸 狡猾的罪犯没有在抛尸现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梧桐女士给确认死者身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然而不久就出人意料地有了进展 一名叫丁亮的青年指认了死者叫秦苗 他是秦苗的青梅竹马也是男友 但自此之前见到秦苗尸体之前 他们已经分手一年没有见过面了 公司的老板娄星云看上了秦苗 就把一起工作的丁亮炒了鱿鱼 自那起两人就没再见面 据说秦苗是被娄星云包养了起来 而娄星云的老婆也知道秦苗的存在 刑警推测秦苗的死跟着夫妻俩脱不了干系 娄星云养着两个情人其中一个死了 另一个和他自己又失踪了 娄星云的老婆方红在家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刑警常唤方红到局里问话 方红虽然恨死了他们 但看上去并不像会杀人的人 娄星云提出跟他离婚可他不同意 他去找过政府的两个情人还打了他们 案发当天方红一会儿说自己在跟表姐打台 一会儿又说和朋友在茶楼喝茶 警方对他的话持有怀疑 但又没确切的证据 他或许真的没杀人不过肯定在隐瞒什么 警方特地派人24小时对方红进行监视 果然到了晚上12点 方红慌慌张张地从家里跑了出去 他在树林里刨坑想要买什么东西 警察赶到现场急货 发现袋子里也是一双沾了血的高跟鞋 皮鞋是方红的 之所以会沾上血是因为 那天晚上他从表姐家打麻将回家被一具尸体绊倒了 惊慌失措的他跑回表姐家求救 等他们再回去查看的时候 尸体却凭空消失了 方红的表姐和表姐夫都证实了方红的话不假 但嫌疑还不能完全排除 警方想起楼星云另一个情人胡小芳 他跟楼星云失踪好几天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时方红突然接到了楼星云的电话 让方红开辆车去机场接他 方红协助警方将楼星云带回了公安局 楼星云对发生命案的事表现得很惊讶 他说他是一个人去的安徽 完全不知道秦苗死的事情 据他所说秦苗骗了他一百万现金 还给了一个安徽的假地址 让他牵了一条条跑过去却找不到人 当初因为情人的这层关系 楼星云提升秦苗当副总经历 后来秦苗说他朋友有一批水货走私 投资一百万 一个月之内保证能赚四十万 这都是楼星云自作自售 不过他提供了另外一个有用的信息 他说秦苗的左手臂内侧并没有黑质 他另一个情人胡小芳身上才有 同居好几个月他不可能记不清 刑警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可能被盯亮骗了 警方意识到在最初的查找失源阶段 急走入了误区 落入了罪犯设置的圈套 于是立即调整侦查方向 将秦苗和丁亮作为主针目标 将计就计引蛇出动 自以为得手的秦苗终于出现在火车站 他携带从楼星云触片的一百万现金 与丁亮向约出逃 结果在检票口 他俩被请到早已等候在此的刑警面前 审讯室里刑警们意外地发现丁亮 也携带着一百万元的现金 警方从死者胡小芳的手里找到一颗钮扣 正是丁亮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上的 丁亮慌忙之下把所有责任推给了秦苗 但警方已经不再信任丁亮了 他没办法只好道出实情 秦苗那一百万是楼星云的 丁亮那一百万是王颖的 丁亮被打了之后遇到了好心人王颖 不但送他去医院还仰在家里照顾 因为接触了很多次丁亮逐渐了解到王颖的身世 他比丁亮大量催丈夫阴彻祸身亡 独自一人经营一家很大的电器公司 丁亮看中了王颖的家产 通过一些手段 他跟王颖发展成了情侣关系 后来秦苗也从楼星云那里得手 丁亮假借进货 唯由从王颖那里也骗走了一百万 之所以物色胡小芳卷入这些案件 是秦苗想给楼星云制造一些桃色新闻故意找来的 其次也是为了分散楼星云的注意力 胡小芳和秦苗身材差不多 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就杀了胡小芳冒充秦苗 随后他们的计划就是一起远走高飞 可不料还是被警方找到了 丁亮当初通过王颖 将胡小芳介绍给了楼星云 他骗王颖说自己想要秦苗没了楼星云这个靠山 王颖就找来胡小芳 让他去勾引楼星云 成功了就给他五万的报酬 胡小芳答应了 他从头到尾都不过是一个棋子 为了让胡小芳冒充秦苗 他们不得不割下他的脑袋 尸体当初确实被丢在了楼星云家的花园里 但后来又觉得不妥怕引起怀疑 才把尸体搬走扔到郊外的池塘边 天网灰灰树而不漏受过刚登教育的秦苗和丁亮 最终栽在了法律的正义上 破案大捷 但刑警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庆贺 又一起让人揪心的案件发生了 城北街道一名三岁的女童神秘失踪 孩子的母亲伤心欲绝直接哭晕了过去 十二点多孩子不见了 但四点多才报案 一开始是以为孩子在哪里玩 直到邻居夏小丽的七岁儿子告诉他们 文文被陌生男人抱上了车 才惊觉孩子被绑架了 面对一团迷雾 刑警们脚踏实地开展了艰苦的排查 从医院护士那里得知文文妈妈清醒的时候 发了风一样嚷着要找一个叫金梁的人算账 他的丈夫拿着刀想去找金梁被刑警及时拦下 金梁原本跟他们在一个厂里上班又是邻居 后来因为金梁盗窃被文文爸爸撞个正正 隔天金梁就被开除了 此后他就把这笔账算到了文文一家头上 见面就吵甚至一言不合就打架 梁子结上了金梁放话 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但抓人需要实际证据 警方只能派人先跟踪金梁 就在刑警们紧锣密鼓地做进一步取证时 金梁出逃了 经过一场追逐金梁束手就擒 面对审讯金梁时口否认与小孩失踪有关 另一边歹徒打电话给文文父亲对方是个女人 要求晚上八点带钱到百货大楼门口 也许是发现了警方的暗中埋伏 当晚罪犯并没有现身跟家属交接 金梁不是本案的作案人 至少不是直接行为人 真正的案犯一定躲在暗处观察这一切 警方从案犯动机下手继续排查关系人 后来金梁想靠举报杀人犯贷罪立功 说出了大家都很惊讶的名字洪建明 也就是文文的父亲 夏小丽的丈夫好几年前就不见了 金梁怀疑是洪建明跟夏小丽通奸 被发现后杀人灭口 警察时洪建明确实因为跟夏小丽跟老婆提出过离婚 后来因为有了孩子 也就是现在的文文 洪建明才跟夏小丽端了关系 洪建明有没有杀过人姑且不去想 但至少能知道夏小丽跟洪建明一家关系匪浅 没过多久歹徒再次打电话给洪建明 声称他再也别想见到文文了 就在这时罪案再次发生 夏小丽的儿子也就是那个曾指认文文被绑架的 七岁男孩也突然失踪了 在夏小丽哭哭啼啼地做笔录的时候 洪建明找到刑警队长坦白了一些事情 他承认跟夏小丽好过 主要是因为自己没孩子 夏小丽的丈夫也不是好人经常打骂他 后来他们商量一起离婚 然后再结婚 可没想到的是洪建明的老婆怀孕了 生了女儿之后 洪建明就不想离了 夏小丽当时说什么都不敢 直到上个月他们才彻底分手 洪建明怀疑夏小丽觉得 文文是他们感情的障碍 所以出此下策想让洪建明跟他和好 公安机关在获取充分证据后 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拘捕夏小丽 不让夏小丽已在下服下毒药 索性发现及时被抢就过来 刑警在他家的仓房找到了已经死了的男孩 在铁的证据面前夏小丽不得不交代了 杀害两名小孩的犯罪事实 这位人面兽心的豺狼母亲真面目终于被揭开 他的确是因为洪建明跟他分手才绑架的孩子 那天夏小丽的儿子明明偷东西被他教训 文文跑来找明明玩被夏小丽拽着一起打 因为文文反抗咬了他一口 他就用枕头把孩子捂死了 他威胁儿子不许说出去 否则就没有妈妈了 还叫他骗人说文文是被男人抱走的 文文被夏小丽埋在了一个工地里 回家继续巫事发生一样戴着假面具生活 因为警察怀疑到了他身上 他不得已亲手杀了自己儿子灭口 绑架电话是他打的 去百货商场交闲的事不过是调虎离山 当时文文的尸体还在他家床底 趁着那网胡同里没什么警察 他偷偷搬运尸体到了工地 女孩失踪案是破了但还没结束 心情沉重的刑警们没有为胜利而陶醉 而是抓住细微的线索继续深挖 他们觉得夏小丽的丈夫范永刚的失踪 有可疑之处 警方到处走访 街坊邻居得到了一些消息 夏小丽说范永刚是出门打工了 但那几年范永刚闹肝病 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 一个人外出打工 无依无靠没人照顾 怎么也受不了 范永刚的父亲早就去世了 留下一个瘫痪在床的母亲 因为跟媳妇闹矛盾政府 建他们家困难 就把老母亲送去了静老院 警方找到范永刚母亲谈话 老母亲说 儿子已经好几年没来看他了 有一次他让护工带他回家去看看 没找到儿子 倒是被儿媳妇嘲讽了一番 还撞见了洪建明从家里出来 他们哄骗老人说 范永刚出院门了 老母亲不信 但也没办法 只好走了 从此他再也没见过儿子 也没有回那个家 老人觉得 儿子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事 不然不会招货都不打就消失 刑警走之前 老人还问了一句孙子好不好 他们没敢告诉老人 实情怕他受刺激 如果范永刚失踪是人为的话 那夏小丽和洪建明就是第一嫌疑人 隔天刑警再次到夏小丽的家寻找线索 意外发现夏小丽的日记本 账面记载了一些事 1998年11月14日 我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 送走了该死的范永刚 她将永远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夏小丽金笔写下 自己杀害丈夫后的喜悦 证据确凿夏小丽又添一条人命 她为爱不顾一切杀了丈夫 和儿子还害死情人的孩子 她只在乎她自己 任何阻碍她的人都不该活着 她曾幻想过自己生活 在幸福和美好里 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她不配当一位母亲 迎接她的只会是最严厉的处罚